關於我的部分百分之百是胡說八道 當著鏡頭氣得大罵胡說八道 他是高雄輪船董事長黃文才 和韓國瑜三十多年的兄弟情誼 卻被有心人拿來當黑韓武器 媒體人黃光晴臉書po文 說去年底出版的跟著月亮走 兩度電話採訪黃文才 說是要替韓國瑜補充一些內容 而韓國瑜得知後火冒三丈 還氣得咆哮 他說黃文才半軍如半虎 可能五分鐘十分鐘的時間而已 黃文才 黃光晴 雙黃間的嫌隙不止這一樁 黃光晴先前更爆料 黃文才理應外合 要逗垮李嘉芬 一再被抹黑被攻擊 黃文才忍無可忍 我是已經找好律師了 我大概這兩天會提告 綠營黑韓無極限 現在只要是韓國瑜身邊的人 全程的健把 不但潑黑水還要再抹紅 台灣絕對不能實施一國兩制 台灣人民沒有辦法接受 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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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 my dead body 韓國瑜霸氣一呼 拒絕一國兩制 兩岸問題無法在他身上做文章 這些抹紅的小牙籤 轉往省智慧身上戳 綠營人士劉國瓏到立委省智慧服務處 高舉牌子指控省智慧支持一國兩制 還嗆聲要他下台 還有台中市前交通局長王毅川 也加入貼標籤的行列 王毅川點書上說 省智慧在海峽兩岸論壇 致詞提到支持一國兩制 這讓省智慧怒了 明明沒說過的話 硬要被扣紅帽 他要提告 韓國瑜身邊的人 從好友到幕僚通通無疑倖免 綠營人黑就黑 省智慧說這已經到達鋪天蓋地 政治追殺的境界 只要和韓國瑜有關的人 被黑抹紅通通來 而他也強調不會再忍讓 包含省智慧到黃文財 都要對深黑手的人告到底 據有陳水元庄 志凱 SNG小組 台中報導